Before we move on to the next chapter, okay, so I would like you to have a look in these five questions, okay, and think about, okay, which methods will you use, okay,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我給你幾秒的時間,你可以停一停這個影片,看一看到底每一個圖形,你腦海裡面會不會立刻浮現到是怎樣計算呢?或者你會向哪個方向入手呢? 那我先講第一條,第一條,通常你看到兩個圖形是疊在一起的話,很大機率是 prove similar的,如果不是這樣疊的,可能是左右的話,也有機會是similar,或者如果兩個是很像樣的尺寸一樣的話,也有機會是 prove congruent的 特別要留意的就是,如果你看到那個圖形,例如這個例子,它給了一些parallelize 意味著這兩隻角會等於,然後這隻角和這隻角也等於,corresponding angles 即是代表這一個三角形和這一個三角形是similar的 有機會是用不同的方法,有機會是用AA,或者用不同的reasons 在這一條裡面是會用AA 然後我就是用corresponding size,similar triangles,就會計算到這一條邊 因為這條比這條,就會等於這條比這條 那我就會做完第一題 所以你看到兩個三角形在一起,可以向著similar的方向想一想 然後就到第二條題目 第二條題目就非常obvious 只有一個三角形,而且它不是叫你算邊長,而是叫你算角度 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的腦中應該會立即浮現到是angle sum of triangle 那到第三條題目,你看到它是right angle 要留意是right angle 再兼且它是給了兩條邊,叫你找剩下的那條邊 我希望你剛剛學過的perfectures theorem 應該就會立即浮現在你的眼前 到第四條,你看到它是給了三個直角三角形 這裏有一個,這裏有一個,這裏有一個 這裏整個都有一個 你每逢見到這些題目,它會給了你兩個right angle 再加上有一個common angle 如果我用這一個三角形和這一個三角形的話 即是這個是common angle 再加上它給了三條邊 其實就跟這個情況好似 你也是一樣可以用AA 然後用corresponding size,similar triangle 或者你用這一邊 和大的三角形也可以 但是由於它是right angle的關係 你也不妨想多一點 就是它除了有機會是這個方法 又或者呢,也有一個方法就是用area 底乘高除2,即是這個底乘高除2 就會等於這個底乘高除2 其實你也可以算到答案 所以如果你看到兩個三角形 而它involved是right angle 你也可以想一想 或者它引導你去證明其中一隻是90 總之你anyway 你有兩隻right angle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向area的方向去想 如果不是right angle的話 你便向著similar的方向去想 然後用ratio的方法去計 那麼計算角度的話 你便想一下用angle sum of triangle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三角形 是沒有任何特性可言的話 你可以用三角形去計 但是如果它是有特性的 譬如它是一個isoscelic triangle 它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你的腦海裡便要浮現多一點點東西 不單止是angle sum of triangle Angle sum of triangle 可以算到這隻角度 但是不單止是這樣 由於它是等腰三角形的關係 它其實都是可以用base angle isoscelic triangle 即是說我亦可以找到這隻角度 然後再來的就是 我亦可以用 property of isoscelic triangle 即是說如果我提供了 這裡是90度的話 那我就有另外兩個information 就是這裡也是20度 和旁邊一樣 這裡是90度 這個和這個一樣長 即是代表你看到三角形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幫助你去計算一些角度 那麼有機會兩個三角形 就想一下會不會是proved similar 或者是用area 如果是有90度的話 如果它是握一個三角形 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就當然是angle sum of triangle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special angle 你就想多一點點 會不會是要用esoscelic eco retro triangle 或者其他的reasons 是related to triangle 如果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很容易理解 通常就是排flat 所以你的腦裡有很多都 學了很多不同的skills 但問題就是考試的時候 當我炒一碟 你能不能夠知道 是用什麼information 這個你要很清晰 之後我就想教下一個chapter 亦都是關於三角形 同樣地它什麼時候可以使用呢 它只是直角三角形才可以使用的 代表我現在的chapter 其實就會跟perfectus theorem 一起搭照 亦是代表有機會一起使用 perfectus theorem在做什麼 perfectus theorem就是我給了兩條鞭 你找到剩下那條鞭 whatever我給你兩條鞭 只要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給你兩條鞭 隨便兩條 你都一定可以找到剩下那條 即是呢 它是給了兩條鞭 你要找到剩下那條 這個就是perfectus theorem 我們接下來教的chapter 就不同了 它不是給兩條鞭 找到剩下那條 它是給一直角 和一條鞭 跟一條鞭 然後你找到剩下那條 又或者是 反過來 給了兩條鞭 然後你找到剩下那條鞭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跟著那個chapter學的東西 就是trickle 這個課書 其實就是 剛才說過 就是給了一隻角 給了一條鞭 你找到剩下那條鞭 或者給了兩條鞭 你找到剩下那條鞭 所以是和perfectus theorem 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看看一些英文字 我之前也有說過給你聽 就是如果有一條鞭 它是沒有碰到90度的 這條鞭沒有碰到90度的話 它就叫做斜邊hypotenuse 我現在給了另外一個right angle triangle 你不要覺得斜斜的邊 就叫做斜邊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就是 size opposite to the right angle 在right angle的對面那條鞭 即是碰不到90度的那條鞭 我們才叫做斜邊 我們這一條就叫做hypotenuse 接下來就叫做adjacent size of the feet 它的中文就有鱗邊或者底邊 我個人覺得我比較喜歡底字 底邊 為什麼我會覺得底邊 就是因為adjacent size 我記法就是 它很重的很慘的 它就要背著90度和背著feta 背著90度和背著feta 它很重 所以它會沉在底 所以我就會認得adjacent size 就是這一條 就是它被90度摘住了 亦都被feta摘住了 如果現在圖形是這樣的話 它的底邊就會是這一條 因為它被feta和90度摘住了 或者叫做貼著feta和90度 我們就叫做adjacent size 然後剩下的那條 我就叫做opposite size 對邊 這些生字其實不是非常重要 對你計算其實沒什麼很大幫助 但是你要認識一下邊的叫什麼名字 而feta是什麼 feta是一個符號 我們喜歡Name的angle 是喜歡用feta這個符號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 我喜歡如果它考試的時候 出這些題目的話 我喜歡Name的angle 我喜歡叫它做angle A 可以嗎 或者叫它做X 可以嗎 當然是可以 如果這條題目 它是沒有給你任何的Naming 而你自己想Naming的話 其實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那條題目本身已經改了它的名字 叫做feta 你就不要再改它的名字 說我不喜歡feta這個 我就再改第二個名字 那就不要了 你純粹叫它做feta就可以了 OK 然後就去到非常重要的氣肉部分 就是以前的數學家他很厲害 於是他就對三角形 三角的角和這三條邊的Ratio 進行了很多的研究 去到18世紀左右 於是他們就定義了三樣東西 就是psi、cosi和tangent 這三樣東西 psi、cosi、tangent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我psi的feta 或者cosi的feta 或者tangent的feta 我透過做一個計算 我就可以猜到這三條邊的Ratio 是多少 我講一下psi、cosi、tangent 是什麼時候用 或者怎樣用 假設 我現在是知道這兩條邊 我想找這一直角 又或者反過來 可能我是知道了直角和邊 想找回剩下我的邊 如果我想知道這三樣東西的關係 我就會用tangent 如果我用tangent 這個角 我就可以找到b和a的Ratio 是多少 你說怎樣記呢 我以前讀中學的時候 我的技法就是我看一下90度在哪裏 我就會另一另我本textbook 如果那個圖形不是這樣的 那你自己可能動一下本textbook 我就會把feta和90度 即是那兩隻角 它很重的 它閘著這條線 這條線叫底線 底邊 然後我就會在這個位置寫t字 在90度上寫t字 我會認得這兩條邊 a和b 就是tangent 試試再做多一條 如果我現在是tangent feta 究竟是哪兩條邊的比例呢 那又是記住一樣 就是你要轉一轉 你的textbook 我也是轉一轉 我的tablet 然後我轉完之後 ok 90度和feta 現在就是在底 ok 然後呢 在90度的位置 我寫t字 ok 在這個位置寫t字 那就是 這條邊 y 就除了x 那我就轉回來 tablet 然後就寫y除x 那好了 那剛才我說了 90度這個位置寫t字 那就是夾著90度這個位置 就是這兩條邊 所以這兩條邊 就是會形成tangent 那這裡都是一樣 90度 然後這兩條邊 夾著90度的 就是用tangent ok 那你會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是b除a 不是a除b呢 你怎麼記的呢 miss child 那我的記法呢 就是我會記得 剛才feta和90度是比較重的 我不是經常都說feta和90度 這條線很慘的 所以他要揹著兩隻角 很可憐的 所以a是比較重的 a比較重的 就在下面 沉在底 就會比較重 他在底邊 他就在底了 所以這個是我以前 怎麼記的tangent 是哪條邊 隨哪條邊 的 那現在呢 如果我的題目 是在問這條和這條呢 那這個ratio 就會是用cosi cos cos ok 那我以前又是怎樣記呢 我的記法很簡單 現在它要cosi feta 那我就看一下 它的feta在哪裡 它的feta是在這裡的 我呢 就在這個位置 寫一個c字 ok 剛剛好 兜住了 這個c字 就是代表cosi 就是代表我指著這條和這條 就是我會選了a和c 所以我就放了下 a和c 那我究竟哪個放份子 哪個放份母呢 我就會選擇長一點 那條是放在份母的 我們又試試轉一下 我們的patt 然後呢 這次又是轉到 就是有兩隻角 那個我們是會放在底 然後呢 就看到那個feta 位呢 我就寫一個c字 ok 就是代表是這條和這條邊 然後呢 就看看哪個是放份子 哪個是放份母 很容易拍的 就是碰不到90度那隻 這條邊是不能碰到90度的 這條邊是不能碰到90度的 這條邊是斜邊 是最長的 所以呢 我就會把它放在份母 所以cosiveta 就會是x除z 最後呢 就到siveta了 我沒有記法 為什麼呢 只有三條邊 這裡又組了 這裡又組了 只有一批未組 對吧 所以呢 我剩下那條 基本上是沒有記到的 就是這兩條 哪個放份子 哪個放份母 跟cosi是一樣的 長那條放下面 短那條放上面 下面那幅圖又怎樣做呢 那我就會認 就是沒有 沒有任何標記 那隻角 即是沒有任何標記 即是這隻角 OK 因為只有它還沒用 這裡有fita 那隻就寫個c字 有個90度的寫個t字 那剩下這裏 這裏空喵喵那個 那就是用了 所以我就會認到 是 用這兩條邊的 接下來呢 就是哪條放份子 哪條放份母 其實也是一樣的 一個做法就是 看看哪一隻 是碰不到90度 那因為 Z這條 就碰不到90度 這裏的Y 就碰到90度 這個位置 就碰到90度 即是代表 這條是短一點 這條是長一點 所以我就會放Z 在墳母 Y在分子 這就是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的記法 OK 你是要記的 好 洗腦時間 OK 看到90度和fita 那條 扎著的 給這兩隻角 很重的 就是底 OK 找了哪條是底 之後呢 在90度寫個t字 OK 寫了個t字之後 被碰到的兩條邊 就會是 被t碰到的兩條邊 就會是 用tangent cos 被fita 碰到的兩條邊 被fita碰到的兩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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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cos OK 剩下那兩條 就用sine 空喵喵的 空喵的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這兩條邊 OK 沒有東西的這兩條邊 就用sine 這個是第一個技法 是我的發明 OK 但是呢 在我未發明這件事之前 都有其他人在讀書 其他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都可以讓你們參考一下 雖然我覺得我那個是最好的 Math4-2是什麼呢 Math4-2是外國人的技法 外國人因為是讀英文的 Opposite size Adjacent size Hypotenille size 他們是很記得英文的 O字頭 O字頭 A字頭 H字頭 O字頭 A字頭 H字頭 譬如s 就是sine sine 就是O 除H C 就是A 除H T 就是O 除A 所以他就寄這個英文 但我自己覺得很煩 很難的 因為呢 我還要再寄Opposite 是什麼意思 H就是hypotenille A是什麼意思 H是什麼意思 我還要寄英文 什麼是Opposite size 什麼是Adjacent size 什麼是hypotenille 然後我寄完這三個英文之後 我還要再寄這個這麼難的英文 但是呢 其實當然如果英文好的話 你用這個寄法都可以 網路上是很多很棒的歌 去寄這個生字 我都給你聽一點 很震撼的 我在網上那裡找到 我都貼了在你的note 你也可以聽一聽 大概是這樣 Sokuto style 他就唱這首歌 Sokuto style 你也可以去網站自己聽一聽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是第二個記法 這是我們香港人的記法 香港人的記法又是怎樣記呢 有人作了這三句話 對抗邪惡 對就是對邊 抗邪惡 斜就是斜邊 對除斜 那就浪費 抵抗邪惡 抵抗邪惡 抵抗斜邊 就會是cos 對抗到底 對邊 over 底邊 就會是tangent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記法 可能有第四、第五 或者你自己都可以create出來 所以 其實你記到cosytengent 在哪邊 除哪邊 就可以了 你怎樣記 其實都不太重要 雖然我覺得 我的方法是最好 OK 網上go 甚至有個sir 製作了一首歌 叫做三角關係 你自己可以去youtube搜尋 但我自己本人覺得 真的很不好聽 所以 但很好笑的 基本上我沒有聽完整首歌 因為我聽第一句 已經忍不住close了 所以你自己可以聽一下 說不定你聽完那首歌 你真的會記一輩子 都不頂的 你可以聽一聽 我都給你頭五秒鐘聽一下 直角三角形 有三條邊 我已經頂不住了 直角三角形 有三條邊 我已經頂不住了 你自己也可以上網搜尋 其實有很多youtube也有說到 OK Your notes page 1 請下載 抄下 無論你的記法是甚麼都好 無論你甚麼記法都好 你都要寫下它 你怎樣記 為你自己溫習用 以上面的圖 來講 Sign Vita 就是BC除AB Cosin就是AC除AB Tangent就是BC除AC 請你停一停這個影片 你自己寫下它 OK 今天的exercise 因為你都聽了我講很多廢話 所以今天的exercise不多 試一試做這裡